Good morning, everybody. Let me start in Mandolin. 廣會召劉醫院名譽贊助人黃根成先生、主席李國基先生、 各位先生們、女士們,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興能夠和大家一同參與廣會召劉醫院新大樓的開幕儀式, 同時慶祝醫院創辦108週年。 對醫院來說,今天可以說是雙喜臨門。 八年前,在廣會召的百年大慶上, 我宣布了醫院將會進行擴建。 如今,擴建工程已經完成。 醫院多了新的療養院主樓四座歷史建築也獲得保留。 此外,霍蘭亭花園經過一番裝修之後, 面貌更是煥軟於心。 廣會召劉醫院是我國歷史悠久的十三醫療機構之一。 它是由一群熱心公益的廣東商人,在1910年創辦的。 目的是為來自廣東的同鄉提供免費的住院和門診醫療服務。 後來,醫院為我國所有的社群敞開大門, 不分種族和宗教,為弱勢群體服務。 隨著新加坡社會取得繁榮與進步, 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都改善了。 儘管如此,還有一些人難以應付醫藥費, 其中就包括無法工作及沒有固定收入的慢性疾病患者。 我很欣慰,廣會召不僅為這些有需要的病人提供醫療服務, 也成為他們的避風港,讓他們可以安心接受治療。 這一百多年來,廣會召雨時並進, 以便為國人提供優質、全面和便利的醫療服務。 2007年,醫院提升為社區醫院, 專門為患者提供療後護理, 也為年長病患提供一系列完善的服務, 以應付我國老齡化人口的需求。 現在,醫院在療後護理和社區護理方面, 累積了豐富的經驗,成為我國最大的社區護理機構之一。 像廣會召這樣的社區夥伴, 能夠和政府所展開的各項醫療和社會服務相輔相成。 政府很樂於看到廣會召這些年越做越好, 讓更多患者受惠。 我也希望更多民間組織能和政府一道努力造福國人。 百多年來,廣會召能持續為民服務, 院方的歷屆主席及董事贊助人、支持者和義工們, 功不可抹。 其中,理國籍主席和董事們, 近幾年來為了醫院的擴建工程盡心盡力, 老虎奔波, 確保醫院在擴建期間還能繼續照顧病人。 這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辛苦了。 我也要藉此機會, 感謝剛才上個月過世的榮譽主席梁慶晶博士。 梁博士樂善好施, 為醫院服務長達52年, 大半輩子都奉獻給醫院。 梁博士為社會和國家鞠躬盡瘁, 體現了堅韌不拔的精神, 以及對社會的深切關懷。 這也是我們許多建國前輩的共同點。 建國初期,我國百業代薪, 人民生活艱苦, 就業機會不多, 要養活自己的家人很不容易。 即使有工作, 人民的收入也相當微薄。 積蓄有限。 梁博士和建國一代雖然生活在艱苦的時代, 卻沒有選擇獨善其身, 而是同舟共濟。 商界領袖不遺餘力地扶貧激困, 籌建醫院新辦學校成立會館。 其他建國前輩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 為社會做出了貢獻。 建國前輩的努力、付出和犧牲, 讓新加坡從無到有, 不斷取得輝煌的成就。 為了向建國一代致敬, 並感謝他們為新加坡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政府在四年前推出了建國一代配套, 幫助建國前輩和他們的家人應付醫藥開銷。 在建國一代之後, 五十年代出生的國人也經歷了我國早期的動盪歲月。 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 適逢國家爭取獨立的年代。 雖然當年我們年紀還小, 但我們看到了公巢、種族暴動, 感受到了高失業率造成的不滿情緒, 以及選舉前的緊張氣氛。 這些經歷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讓我們意識到時代正在改變, 生活充滿了變數和不安。 這段歷史波折重重, 讓我們歷國一代深刻地體會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當年的生活雖然艱苦, 但人們都有共同的使命和信念, 要把獨立不舉的新加坡, 建設成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 人民都有破釜沉舟的決心, 為實現目標共同努力。 我們當時高喊的口號Merdica, 並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已。 如今,50萬名立國一代多數已經步入花甲之年, 有的已經退休了。 和建國一代一樣, 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們也開始為醫藥費擔心。 所以,我在今年的國慶群眾大會宣布, 政府將推出立國一代配套, 減輕立國一代的醫療負擔。 立國一代對國家貢獻良多, 這個配套代表了政府對他們的敬意和謝意。 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各盡其職, 努力奮鬥, 是要為下一代爭取更美好的未來。 這永遠是政府努力的目標, 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 我們在幫助年長國人應付醫療開支的同時, 也以不同的方式, 幫助其他年齡層的國人應付生活開銷。 例如年輕家庭, 政府就從學前教育和主務價格這兩方面著手, 減輕他們的負擔和壓力。 政府竭盡所能, 照顧國人, 也需要更多像廣輝照這樣的社區夥伴, 助我們一臂之力。 更需要全體國人, 也像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一樣, 刻苦耐勞, 勇於開拓, 這樣新加坡才能繼續蓬勃發展。 我國經濟必須保持穩健, 政府才能有足夠的資源, 改善國人的生活。 新加坡的繁榮, 需要大家和政府通力合作, 一同努力去實現明天的收穫, 就靠我們現在的耕耘。 55年前, 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第一次訪問廣輝照, 種下一棵凤凰木。 這棵樹現在已經茁壯成長, 成為一棵大樹, 讓許多病人和訪客在樹蔭下撐涼。 我過後也會種下一棵越南黃牛木。 希望將來, 它也能夠長得枝葉茂盛。 俗語說得好, 前人重述後人成良。 先輩們的努力, 讓廣輝照百多年來, 救濟了許許多多有需要的患者, 成為新加坡發展史上救瓶濟困的典範。 我希望廣輝照, 在李國基主席的帶領下, 全體一致繼續秉持創辦人技師救人的精神。 為有需要的社群, 提供優質、全面及方便的醫療服務。 力求成為作業的社區醫護中心。 最後,再次恭喜廣輝照劉醫院成立108年。 祝大家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